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慈善数据被曝作假,引发了公众对他们慈善行为的质疑。 最近的调查发现,他们公开宣称的捐款数据和实际支出数据不相符,看来威尔氏亲王夫妇最近被盯上了。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统计,2022年11月,威廉王子的皇家基金会宣布将通过Turidings向心理健康慈善机构捐赠34.5万英镑,而财务报告显示他们当年只捐赠了1.3万英镑,这差距真的太明显,相差了近30倍。 然而,公众对此并不买账,他们希望透明度,想要了解每年的捐赠比例以及捐赠对象。 这样的行为不仅让威廉氏亲王夫妇受到质疑,也让查尔斯三世的公关团队陷入了困境。 慈善事业一直是王子夫妇们重视的领域。 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定通过各种活动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各项慈善事业。 然而,最近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他们慈善行为中的一些疑点。 公众开始质疑王子夫妇公开宣称的捐款金额是否真实,并要求透明公开每年的捐赠比例和捐赠对象。 这让民众开始思考,王子夫妇的慈善行为是否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具有积极影响力,还是只是一个形象工程。 维尔氏亲王夫妇对于指控的回应是,他们采用了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 每年他们只捐赠1.3万英镑,这样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他们的捐款承诺。 然而,这个解释并没有让公众满意。 据悉,肯心顿公还拒绝公布他们的年度账目。 现在他们又不向监管机构提交一份简单的财务报告,网友表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他们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维尔氏亲王夫妇应该透明公开他们的慈善行为,并解释每年的捐赠比例和捐赠对象。 只有这样,他们的慈善行为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公众对于民人慈善行为的质疑并非首次发生。 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民人也因为慈善行为的不透明性而受到质疑。 例如,一些明星和富豪被爆出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慈善形象而捐赠,实际上并没有投入真实的力量。 这些事件让人们对民人慈善行为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只是利用慈善事业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形象。 对于威廉·凯特来说,他们的慈善行为更加受到关注和质疑。 毕竟,他们是王室成员,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资源。 如果他们的慈善行为真的存在问题,不仅会对他们个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也会让整个王室陷入尴尬境地。 因此,他们应该更加注重透明度,向公众证明他们的慈善行为是真实有效的。 对于这一事件,查尔斯三世的公关团队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作为王室的代表人物,查尔斯三世需要解决威廉氏亲王夫妇所面临的问题,维护整个王室的形象。 然而,如果威廉氏亲王夫妇的慈善行为真的存在问题,那么公关团队的努力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王室的信任度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影响到王室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被告慈善数据作假的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他们慈善行为的质疑。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透明度都是慈善行为的基本要求。 王子夫妇应该向公众证明他们的慈善行为是真实有效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形象工程。 同时,王室公关团队也需要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保护整个王室的形象和信誉。 对于公众来说,对名人慈善行为的质疑是必要的,民众应该更加关注慈善行为的透明度和时效性。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哈里王子曾经是英国王室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他的名望仅次自己的奶奶伊丽莎白二世,如今的他却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成员。 民意调查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的心理,对照哈里王子最近的做法,哈里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仅比倒数第一的安德鲁钢了一个位置,似乎也符合逻辑。 没有继承压力的哈里王子永远都是被大家忽视的孩子,除了母亲之外,其他人都会将自己的重点放在威廉王子的身上。 不管是小孩还是成年人,他们都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以及关注,对于哈里来说,他需要被关注,被关爱。 但是,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个孩子,这就意味着他永远都不会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哈里的逃离似乎也是在对这种不公命运的呐喊, 但是王室的备胎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其实玛格丽特公主和安德鲁王子都曾经经历过类似这样心理失衡的时刻, 不过在王室与个人利益面前,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专访的风波还未停息,哈里便马不停蹄地出版了自己的自传。 哈里大方对外宣称,自己的成长过程便是自传的主要内容, 这无疑就是将王室隐私翻开给别人看。 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民调显示, 有80%的英国公民对此书不感兴趣或者根本不感兴趣, 对于哈里为了获利而出卖家人的举动,人们也早已厌倦。 回顾哈里曾说过的话, 他说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家人有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以及私密的生活空间而退出王室, 但是在退出之后,他却在不停地拿王室炒作。 自从辞去王室高级职务之后, 哈里和梅根就在为生计而劳辛苦思。 在搬去美国之后,哈里夫妇就接受了比以前更多的采访。 还大肆攻击抹黑家人, 对于哈里王子夫妇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让人觉得十分的虚伪, 这也是英国民众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一名匿名的内部人士认为, 哈里夫妇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不过他的行为倒是可以理解, 没有炒作又何来大卖呢? 暂且不说查尔斯这个父亲究竟做得是否合格, 但是将自己的父亲拿到台面上踢停是否不妥? 在专访时, 哈里夫妇声称在自己辞去王室职务之后, 父亲查尔斯就立刻切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 但是这个与克劳伦斯公所公布的财政支出相矛盾。 查尔斯的高级助手曾告诉媒体, 在为了能让哈里和梅根能够顺利地度过经济独立, 那段时间查尔斯给了哈里夫妇一大笔钱。 有些人总想着不劳而获, 他们不是想着脚踏实地地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 但是又想着自己能过上奢侈的物质生活, 所以他们只能动歪脑筋来挣钱。 对于英国人来说, 哈里王子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模样。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这些年来, 二哈哥姐接连通过电视访谈, 回忆录披露, 自编自导的纪录片等方式公开抨击王室, 试图打击这个古老体系。 他们大概认为, 通过这些谢私奋和爆料的手段, 就能成功给予王室打击, 迫使其就范。 但是结果却完全适得其反。 面对根基深厚的千年王朝, 梅根和哈里的这些举动就像蚂蚁想要撼动大树, 不过是唐碧当车之工, 根本毫无实际作用。 这对夫妻不自量力的举动, 不仅无法撼动王室分毫, 最后只招来了自己声誉扫地, 人气下跌的下场。 所以说, 二哈哥姐的行为可谓是自不量力, 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们先是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能利用王室名声来收割眼球, 后来又自以为能通过抹黑打击王室, 结果都是大错特错。 在惹怒公众后, 他们现在又想重新回到温暖的王室怀抱, 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前段时间, 他们对王室的一番狂轰滥炸操作后, 把自己的形象和财路彻底做没了。 王室撸去了他们的殿下头衔, 跟他们划清了界限, 什么尊贵的地位, 皇家安保服务, 结婚时女王奶奶赠予的安乐别墅全成了浮云。 金主爸爸和朋友都纷纷离他们去, 之前还想通过打官司重获皇家安保待遇, 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在走投无路之时, 又炒作要回王室, 提出很多非非要求后, 被国王老爹和王储老哥通通无视, 之后又炒作要离婚。 前提是, 哥儿姐获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加州豪宅和国王老公爹的不菲遗产和王室珠宝, 王室还要付给哥儿姐偏价的分手费, 作为他在王室多年所做贡献和所遭受苦难及迫害的补偿。 王室欠他太多了, 至今都没有得到他们的公开道歉, 特别是那碍眼的嫂子。 结果, 他们所有的表演都被王室无视了, 没人搭理。 他们现在已经是平民了, 所作所为与王室无关, 王室不会为二哈的离婚买单, 这下哥儿姐气炸了, 仰天常态, 难道自己在王室就一文不值? 太欺负人了, 疯狂怒吼, 这就是妥妥的种族歧视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